其實我們在上次節目 大家如果還記得這個很可愛的黑熊 我們還滿期待那個布偶 其實我們在台灣的朋友 大概也很清楚 或者海外的朋友可能知道說 曹董特別對於台灣的民主的韌性 國家的安全投入非常多的一些關注 也去促成了黑熊學院的這些運作 但可能大家不知道 其實我們也在前一陣子 曹董也努力地促成了一個 台灣公民人權聯盟 其實前面在談到對於中共 中國的相關的議題 大家就很好奇說 這個部分到底這個團體 到底跟台灣的民主有什麼關聯 對台灣民主的韌性 或者對台灣的司法 這些事情恰巧或者 跟我們現在所談到的中國議題 會不會有一些聯動的關聯 我想是不是可以請教一下曹董 好 這個大家瞭解就是 台灣國民黨在的時候 它是威權體制 不是個民主國家 可是我們從1996年直選總統以後 我們變成一個民主國家 是 就是主權在民 就是民國 就是民在國之上 我們已經變成民在國之上 我們又換掉總統了 對不對 那麼這個1996年到現在只有27年 27年我們雖然說是已經主權在民 其實我們主權並不完全牢固 那麼我們所謂的一個民主國家的主權 你可以大致分為四個 一個就是獨立的外交權 是不受任何人干預的 在國際上自由活動的這個外交權 這個現在我們要爭取 那麼第二個當然就是這個三權 立法 行政 司法 對吧 所以這個現在這個 行政我們可以改選總統 我們多少少有可以宣誓我們的主權 這個立法權 立法權透過立委 很多立委他是不是真的有正確的國家觀念 真的是願意履行這個國家負予他的責任 這個還有現在有在考察 是不是 比方說一個立委主張一中 剛才講過 反對台獨 他就不是在我們國家的利益在做 他是想把我們的主權變成非法 你在講一中的時候 你講反獨的時候 你把變成我們的主權變成非法的 這個在用中國邏輯 我們應該灌贈他叛國 是 絕對 對叛中華民國 對 因為他的觀念 他的叛國不是他的惡意 而他的無知 他沒有法律觀念 這要請陳律師好好給他上一課 教育一下 另外還有一個是我們的司法 我們的主權之中 包括我們的司法主權 對不對 司法主權過於在威權體制之下 他不是我們服務的 他是替威權服務的 他是來管制我們 控制我們 恐嚇我們的 所以我們現在雖然已經民主化了 我們要把司法主權還拉過去 所以基本上我在現在想做就是 我們雖然好這個民主國家 可是我們要國民 要懂得爭取自己的主權 你不能讓主權被別人這個侵占 不能被剝奪 這是做的 所以說從我的概念裡面 第一個 我們在外交上 我們其實要把中華民國這個名號 把它改掉 因為中華民國已經被大陸洗腦世界 它是不存在的 這是對嚴重侵犯我們的外交主權 對不對 我們要想辦法 這第一個當然改名很重要 我們叫台灣共和國 不能叫中華民國 因為你中華民國已經被它 踩在腳底下了 是不是 所以這是第一個 那麼第二個的話 我們這個行政主權要繼續鞏固 另外我們要拉我們司法主權 可是那個司法主權的 那個主戰場不在司法權 而是立法院 因為行政跟司法都要依法行政 這個法不進步 國家不能進步 所以我們要主戰場的立法院 所以我今天就要 也號召成立這個公民人權聯盟 我們事實上在這個國家概念 主權概念各方面去努力 努力 讓我們真的變成名副其事的 主權在民的國家 所以我想台灣公民人權聯盟 接下來顯然就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要執行是不是也請我們韋翔律師 也幫我們介紹一下 接下來可能有哪些的工作想要進行 對 我想聯盟當然是為了壯大台灣 我們要往民主法治 像曹龍剛剛講的 因為台灣的司法一直以來就是威權 是從日本 國民黨政府以來 在這個整個司法 司法當然是環環相扣 可能從警察 檢察官到法官 但其實在這個環節裡面 我們一般人看到的 大概只看到最後那個法官在判決 所以我們一直在講這個恐龍法官 因為我們大概看得到嘛 那偵查中我們一般講說偵查不公開嘛 我們真的在這個司法圈的人 我們都知道其實我們更大的問題 是在檢查系統 因為我們的法官系統基本上面 經過這2、30年來 不斷的外界的監督 他某種程度已經比較公開 大家看得到 譬如開一點我一個人去看嘛 所以他就不大敢像以前一樣 可是偵查不一樣 偵查他門關起來誰都看不到 偵查很嚴重說他還保留非常多 以前非常威權的一些這個形態 性質 他這個幾乎是全世界都沒有的 台灣的這個檢察制度 基本上看起來是全世界都沒有 獨創的 他權力非常大 可是他人力不足 他不斷地跟警察做同樣的工作 所以就導致他案件就阻塞嘛 然後他辦理的案件的品質就不好嘛 這裡面又發生了很多的這個濫權 因為他案子一開始的偵辦 就不是偵辦得很好 他把它送到法院以後 我們又給警察官無限的上訴權 你只要這個法院判決不如他意 他就不斷地上訴嘛 所以等於說他把一個 已經有爛掉的也不好的瑕疵品 把它丟到法院裡面 然後在法院裡面在那邊流浪 所以我們最後看到的是整個 好像說恐龍法官 恐龍法官 可是事實上我們必須回到源頭 可能在整個檢察的這個階段 就出了問題了 所以我想台灣公民人權聯盟 是希望去導正這樣的一個 惡性的循環 要去導正這樣的惡性循環 就是說你要去善用資源 某一些不是應該要用刑案處罰的 你就不要讓檢察官太負擔嘛 警察還可以處理 你就讓警察處理啊 我們認為檢察官的資源非常寶貴 檢察官的這個法律素材很好 那麼你就應該讓他辦 比較這一個困難的 專業的 像那些例行性的 酒駕啦 竊盜啦 這個坦白講我們應該不太需要 動用到檢察的資源嘛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讓警察 給他多一點責任 要求他分擔一點工作 把檢察官的資源留下來處理 我們也要求檢察官 你這個案件你要起訴 你要非常慎重 因為你代表國家 你有很強大的這個一些力量嘛 你要把一個人起訴應該是說 我要一次就能夠讓你定罪 那一旦你沒有辦法說無法官 我們法律上面講說嘛 你沒有辦法說無到法官 法官就一定要判無罪啊 那你不能講說 我現在找了這個第一審的法官 判無罪 那我就乾脆再找第二審不同的法官 反正我判到你有罪為止嘛 這樣子不斷地讓人民 不斷地接受國家重複的審判 坦白講這是違反了國際的人權公約 所以像在美國 英美制度裡面 原則上面你這個檢察官 你一審 把人家起訴 你沒有辦法一審稅務法官判他罪 你就不能再上訴了 因為人民他沒有義務接受 你國家兩度的審判嘛 如果可以的話 那就變成是國家 可以不斷地重複判嘛 那就很簡單了 那我就不斷地換法官判到你有罪啊 這個很顯然的是違反了 整個法律的基本的原則 所以我想我們這個聯盟 原則上面是希望去導正這樣子的 一個不正常的一個體制 然後也善用司法的資源 重點是說 讓原來這個非常威權的這個司法 你要變成是要來服務人民 你是民主服務這個人民的一個司法嘛 這個跟國家的安全 其實有非常重大的影響 我們一般人也以為說 這個好像跟國家安全沒有關 可是我們看香港的例子 香港國安法制定了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說 它國安法案件它不是用陪審 為什麼 它知道陪審人民 不會判自己的人民有罪嘛 你看它一旦改為職業法官審判了以後 職業法官第一個選擇效忠中國 所以每個案件都判有罪啊 所以司法能不能脫離政治的這個干涉 讓它真的是這個在服務人民 我想這個是整個社會 能不能真的很進步 是不是真的能夠保障你安全 一個很根本的原因呢 嗯 嗯